OK 用一部新機拍一部日記 有時用舊機有時用新機 大家都在等我下班 等我下班看看有什麼奇遇 今天就沒有什麼奇遇 風平浪靜 今天也是收拾回來的 賺這份量是收拾 賺了多少錢呢 我想六個小時左右 反過五個小時 應該是五個小時 五個小時 很短 五個小時 差不多六個小時左右 今天回去 其實都知道 今天是輕鬆日 他會寫明給你看 你是負入什麼 大概的崗位 前線還是廚房 廚房一定會辛苦 不用說 還有看你那個時數有多長 你越長的話就越辛苦 因為去到後期 他是要收拾 收拾那一刻就很辛苦 那些什麼 垃圾房OT 就是那些時間出現 你在垃圾房 到OT 要倒垃圾 那些是靠近的 今天是前線 前線 又未到收工的時間 剛剛好收拾 收拾又不代表收工 他收拾 不做命令 不做命令之後 要搞清潔 然後理論上 他又要留下兩個員工 搞清潔 又不是我 我剛剛好做到收拾 那一刻 今天也算是很幸運 這次的一間 算是我今天做得 真是最冷舒服的一天 最冷舒服的 真是 我都像一個人 因為我在想 其實今天也很害怕 晚上會怎樣弄鬼我呢 這份工作 沒有啊 竟然沒有復 做這份工作 為何你還未辭職 其中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是復位 和好位 是一本一本的 有時候很好做的 有時候就 哇 這是復活 糟糕 要我在垃圾房 過生日 那些 那些 那些是否很慘 那如果 你 基本上 如果你沒有復位的話 譬如你 那天上班 是完全 很舒服的 其實這份工作很壯 但事實上 不是一定是有些辛苦的事情 不是你做 就是他做 是不是抽中你做 那首先 我都不明白 大家好像查案一樣 首先他剪了我的肩 剪了我整個十個小時 一半 那應該是 覺得我的能力是不足 所以都 可能很多的管理員都不是很想要我 就是這樣 可能真相就是這樣 很多管理員 這傢伙 我不要 就是這樣 可能他們會選 好像球員一樣 就是我撿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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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什麼都不懂 這個 又不能打 又不能看 那我不會撿下去 我覺得是這樣 變相 只有十個小時 沒有人撿我 我猜的 因為我都不知道他偏僅的系統 那 只不過是一個 看事後如何引證 就是這個說法 今天 經理 是個好人的經理 有一件事也挺窩心 有一件事窩心 最後才說 令我窩心 有一種暖心的感覺 那種暖流 真是 真是 終於覺得 這份工作有時候 有些少少 叫做 窩心的事 但是很多 很多 很多 令你頂心頂肺的事 窩心的事 就很少 偶爾 一樣兩樣 今天回去吧 都覺得 是不是有福呢 應該整體沒有福的 其實很好看 其實我開始自願 不是 上班那一刻 好看經理 用什麼策略 去用你這個員工 例如有一個 我記得有一個經理 經理 經常都叫我兩邊走 我做一頓飲料 然後叫我走進去廚房 其實他們很多經理都不會這樣做 但是有一個經理 是會這樣 兩邊這樣叫 沒所謂 都是做事 都是想認識你的 你覺得你廚房做到 前線也做到 今天就沒有這個情況 真的在前線上做 而且 沒有粗重的事 清潔的事也不用做 這樣 回到去 就 開始 應該是 啪東西 其實都很救人手 其實 今天星期五 其實都是繁忙 但是沒有想像中那麼忙 有時候日子是忙到抽筋 他忙之中是一陣陣 一陣陣 一陣陣 你還有一些時間不乏 可以讓你做一下自己的事 一單單單單單做 這樣做 一來到他就說 叫我放進去廚房 開始放進去廚房 送貨的人 很容易做 撕東西 撕東西 很容易 就是筍位 撕東西的位置很難筍 真的 零難度 有時候他會很快 很快 很急速 但是今天OK 速度是適中的 又不是快 又不是慢 這樣 這樣 你整天都有 整天都有 我由下午做到晚上 都不斷撕東西 時間很快就過了 撕撕撕撕 他又沒有停的 撕撕的 今天也是 叫我出去叫號碼 遞給貨 遞給送貨 一單單單的遞 我做習慣了 很容易做的 遞給別人 那些餐又輕 他不是那些很重的東西 一單單 一開始不用我包東西 接著就去到中間 看到 為什麼包東西的那個人不見了 又是 很流行 他們中間的時間 放鎖 不見了 然後那個送貨員 全部都是南亞那些 你知道他們很吵 有些很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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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命令 怎樣 然後我說 我幫你跟下 你等我一會 看到沒有人 沒有人包 然後就跑回去幫他包 然後包到晚上 那個位置由我做 因為好 因為哈 越晚了 然後人們就走了 做家就完 有些人可能回到處 太早 做了 我要做到 Esticions 很順利 今天還好順利 人間有愛 教了我一點點東西 雖然有個位置我叫他將軍位 就是負責整間公司的order 要點的order 不會出錯才拿出來 那個位置他教了我一點點東西 通常是給一些經理做的 那些位置 或者資深一點的員工 就教了我一點點 其實我沒有所謂 我認識一點點也好 不認識也沒有所謂 我會做delivery 包包東西就算了 包包東西很容易 很容易 你真的想偷笑 就是隨便貼一張紙 可以形容給大家看 隨便貼一張紙 然後貼兩張紙 每包包東西他貼兩張紙 貼完就可以遞給別人 叫個號碼遞給別人 是不是很容易呢 更容易過做瘡 就是突然之間給這個位置 給你做就是了 這個位置不是經常有的 他是很繁忙的時候才有的 其實每天都有這個位置的 但是他又是不知 就是他會 不會說給你做死 有時是他做 有時是他做 就算一個人做 可能做一個小時 然後突然的人就會叫他走 走去不知哪裏 頂哪個位置 他們很搞笑的 他總之不是一個人做 做一個位置的 他們整班員工都習慣了 總之就是會調位的 總個小時之後他會調位 總個小時之後會調位 因為原因是這樣 因為他們有些人要放一段時間 放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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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是你頂 有時是他 其他員工幫忙去頂 那些位置就退 不斷退位 所以每個人都要盡量 關掉整個公司的所有東西 因為你會不斷探位 你關掉所有東西 你論上公司都會看重 看重你 就會多一點 我覺得是這樣 其實 我想就是這樣想 就算我家大公司這樣計 他有很多分店 很多分店 你都要看經理 或者大經理的方針 他們是為財事用 還是 將你投閒至省 是不知道的 他是看自己的觀感 純粹他有用就多一點 沒有用就像我這樣 文又不行 武又不行 可以了 給你十個小時做 就算了 當我們開善堂 養你 養你這個香港過來 所以我今天不是出了集 其實這裡是不適合香港人 居住 生活 就是這個問題 你過來文又不行 武又不行 那怎麼辦呢 像我這樣餓 已經是別人好像是好心收留 已經是去到這樣的境地 你又不夠人快 那些年輕人都好想快 今天有一個訓練 一個嬉嬉 我看到他 看看他怎麼做事這麼快 很快 原來他有些工具 譬如他砍東西這樣計 他砍給我 很快 一人都做了 他就是有一支筆 有支筆 我們貼的那些紙 是寫了一個order的名字 他用擠筆來代替 那就快了 有時候未出order 那張紙 那張sticker是要拼出來的 未拼到 未拼到那張sticker 之前他已經寫下一個號碼 那就快了 又快一個步 但通常我們員工是沒有筆的 但我不知為什麼他可以找到擠筆出來 轉椅 就是他有備而戰 很明顯 所以為什麼做得來的那些人 他們有些技巧 去可以speed up整個過程 好厲害 有學到一點點東西 不過我應該 因為你不知道 你會不會做那個位 沒有你帶筆進去 不過其實帶筆很好 因為你有時候會 要解開一些東西 有些人有些聰明的 那些員工都會帶靠紙筆 可以解開一些東西 解開紙盒那些 大筆解開就不行 但是擠筆是可以的 這些都是見到的小技巧 那我就做了 那我就做到夜晚 中間我發現了一個問題 那我今天三個小時 其實預計會頭一個小時 還是四個小時 其實沒有什麼用 其實沒有什麼用 那我就 咦? 為什麼沒有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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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想 做一下沒有鎖 然後我就想 不要提他了 不要提經理了 今天好做 一邊做一邊做 做到我自己的航班結束 其實航班結束 其實經理也不知道 很搞笑 其實你也可以自己自行 很搞笑 你可以自行半個小時也可以 找些事情做 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沒有人理會 基本上 有時候是可以的 有時候可以這樣 就是看經理 通常都算了 不要理他了 監表寫了就寫了 因為你留到一個小時 你可以隨便找些事情拘捕來做 但是有個問題 待會他 好啊 你留到一個小時 你倒垃圾 哇 糟了 十四代垃圾 抬上一個垃圾桶 你做吧 所以當然是早走早著 我自己知道 不要了 準時走 不要 不要 今天這麼好 順順利利 過了他 就算了 無謂很差的觀感 然後 代表什麼呢 為什麼沒有人叫我放鎖 那個經理 我存在感是零 你想想 我在英國上班 存在感是零 沒有人記得你 經理忘記了你 所以沒有叫你放鎖 經理在那裡 玩手機 去了經理房 隨便 隨便 好做 因為你放鎖 沒有錢 就隨便 但我現在 多多八一元就八一元 大佬 很難賺 這間大公司的錢 隨便 隨便找一個小時 有時候有些小時 叫你搬一下東西 那個小時就很難過 扔一下垃圾 也是很難過 不是每個小時的感覺都不同 每天每個小時的感覺都不同 今天就舒服 猜不到 猜不到 但接下來 他就好像給了一些廚房位置我做 下個星期全部都是廚房位 兩天而已 做兩天 廚房位 我記得 就不能走街 一定是很辛苦 但我也覺得 辛苦 但起碼 作為一個男人應該都要做 搬一下重東西 有些窩心的事情 就是我試口 然後下班 跟經理說 我時間回家了 不過經理 其實我今天沒有下班 其實下一句 我打算問他 有沒有問題 沒有下班 我不知道 他很古怪 大公司 說一定要下班 他說沒有下班 但我下班 我不管 你沒有下班 你先點個餐 你帶點食物回家 很窩心 我沒有打算拿他的食物 其實沒有所謂 我拿不拿也行 我打算去超市買個mild deal 更健康 他的食物 我盡量少吃 因為也不太健康 因為也不太健康 那 他竟然 叫我先帶點食物回家 快點 先下班 我說 不是收到舖了嗎 你照下班 可以 所以也帶了點食物回家 很窩心 還記得我有些食物可以拿回家 這樣 所以這個經理 我覺得算是不錯 因為他有時候做事都會 Thank you mate 叫一下我的名字 有份尊重的 你聽得出的 有些經理 比如黑面經理 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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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需要你 但可能動機不是差的 你早點回家 你就 不用想 在公司那裏 不知道要做什麼 在公司留得久 你又不是好 又不是好事 沒有自己又不是好事 所以我現在開始覺得 其實 有時候人 你都不可以一概而論 說他很愚懷 他只不過是 大家共事的方法不同 有些人是 他比較有禮貌 有些比較黑面一點 有些就會 調你進廚房 有前線 這樣調來調去 其實都是想認識你的 等等 有些就會催你 催你做事 大經理就是 真的催人做事 等等 很多不同的經理 他們的 工作風格 是不同的 你 要聰明 遇到這個經理 你就知道 今天就很近 還有某些崗位不同 崗位不同 就會令到你的感覺不同 崗位好的 就會有好感 崗位不好的 就會有好感 就是這麼簡單 那 究竟這份工作 他最後想 將我解僱 零時合約之下 是沒有中 還是怎樣 連中都不給我 還是怎樣 未來就有分曉 我就不知道 很多人都想看看 是不是被人炒 是不是被人炒 吃定花生 買定炮菊 等我被人炒 那一刻 我相信是 我都不明白 這份part time 大家這麼想 我被人炒 因為我沒有一份part time 我真的吃菊種 在英國 因為 其實YouTube的課金 是多是少 有時候少到 我都不知道怎樣應用 我都不知道怎樣生活 有時候是 少到都不知道怎樣生活 所以都很危險 真的 沒有這份part time 其實我的生活 都是很辛苦 在英國 買完房子之後 你也要儲錢 賺錢 大家都知道 資本主義世界 你沒有理由 只賺那個月的錢 然後又不儲 你肯定那份工 會讓你一輩子 不是的 你要想退休 很多事情 一定要儲 坦白說 這兩年 我真的沒有怎樣儲錢 因為 開支大 然後你移民英國 又有小一筆 又有屋租 那些錢 有一陣子 收入很低 所以都沒有錢 現在希望 慢慢入正軌 有份part time之後 開始儲錢 這個是我很想做的事情 因為在香港便容易儲錢 在這裏出奇地 出奇地 真的儲不到錢 我也不知道 搞哪一科 我來了這兩年多 我真的沒有儲過錢 都很危險 每次都清了錢 所以大約兩年半 然後那些問題才慢慢浮現 然後你開始警醒 原來我賺工是這麼難的 在賺工之中賺錢又這麼難的 你覺得適不適合香港人呢 因為我自己根本就不適合的 根本是硬要留在這裏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 洗濕了頭 你不能不走下去 其實我今天做一做 都在想一個問題 就是我今天在做這些事情 是不是 下年又可能 如果我還在做 我下年都是做這些事情 是不是 現在找不到什麼東西 就是這樣做 就是狗扯偷生 其實在英國是狗扯偷生的 不是發揮你的潛能的地方 你發揮不到任何的東西 在英國 所以為什麼我今天可以豪然 就說是不適合香港人 因為你很多香港人是有能力的 他們是有 ability 有 potential 這裏是發揮不到你的 potential 發揮不到 因為言語的底下 很多東西的底下 發揮不到 假設我把口很厲害 你說廣東話就厲害了 你試試講英文 是不是 立即死了 所以你有多厲害都沒有用 你有個mindset 但是 你的言語要學 你是學了一個decade 不是說你中年人士 我學一年兩年 我懂英文 不是的 至少學上十年 就要每天講 你才會好 如果你說要很快進步 至少五年 五年就要每天講 有人跟你一起操 帶著你這樣操 有個鬼佬 有個鬼妹 很耐心 每天跟你操英文 你才會好 不是的話 你自己一個這樣操 起碼操兩個decade 兩個decade 我覺得 兩個十年 兩個十年 你都退休了 你都不要想自己 可以有什麼方向 所以我就見到這個問題 所以就說 其實根本就不適合香港人 每個香港人的能力都是發揮不到的 是浪費的 那裡是浪費自己的能力 基本上是 浪費自己的專業 浪費自己的能力 我今天也有 有想過的 就是我自己 我今天做這些 是吧 後日上班又是做這些 又在這個位置 是吧 這個是不是我天生的才能呢 那肯定不是啦 但你有沒有辦法呢 又沒有 沒有辦法可以解圍 那我都見到 就是他們 一班英國人 男男女女 其實他們都會 有些都會落在其中 都會很認真地做 他們都不介意有沒有前景 前途 就是他們可能 他們從小到大都習慣了這個模式 就是我 我 我出來找一份工 是吧 那份工可以轉 當然可以轉 可以不轉 是吧 不轉 我都落在其中 是吧 我只不過是一個 攤仔的一個人 我一個攤裡面生活 我不會出大醒的 大社不是說曼徹斯特 那些 我不會出去那些大城市 要生活 那我的視野 就是這麼多 那我很正常 在小餐廳做事 然後做幾十年 一輩子 這是很正常 但是我們香港人 在大城市生活的模式 想法是不同的 會覺得 應該 做得不好 或者沒有前途 就要走 是吧 這裡的人 其實不流行 他們都會流行轉工 但是 不流行 我 找一份好工 他們不是這樣想的 他們純粹是 有份工就可以了 我覺得他們像是這樣的 福利社會他們的思想有些不同 那 講了這麼多 那 禮拜日要上班 禮拜日就上班 到時候大家看看怎樣 明天放假 明天放假 應該會有一場直播 和大家吹吹水 禮拜日再上班 然後 上早 應該辛苦 然後禮拜日也要上班 然後 黏著下一個星期那間 然後再放假 那兩天 我又有點害怕 會不會像上次那樣 做到自己半條命 兩個早間很辛苦 但是未來不是的 禮拜日就是早間 然後禮拜一就是下午間 兩間都很辛苦 但是 全部都是廚房位 所以禮拜日 每天都會很辛苦 我自己 連踩兩天 看看怎樣 到時候怎樣應對 有上次的經驗 就會好一點 休息多一點 最多 休息了 謝謝大家 拜拜